来美门 美门 认真听 真的认真听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家里直播间 或者是你从来不用防晒的话 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到一点 这个知识 美门 我画了一个很简单的两个图 第一个图是 太阳会发射出三条紫外线 第一条叫做UVA 第二条就是UVB 第三条就是UVC 我们UVC可以忽略补剂 因为我们的生活 环境里面会有大气层跟挤氧层 UVC的波长比较短 它会在太阳射出来的时候 是在地球上的时候 它会被挤氧层和大气层内层去组隔掉 所以UVC不用担心 UVA跟UVB 我的那个呢 把那个卡纸拿过来就行了 忘记了傻了 还画纸 还画线 在那上面 好我来说 UVA是什么东西 UVA叫做长波子外线 它的波长比较的长 而且它会对人体的皮肤 造成什么 变黑跟变什么 变伤的情况 如果你长时间造射UVA 就是造射太阳紫外线 你不涂防晒霜 就是你去海边玩一趟 你去浮个浅 你去干嘛个的话 它是365天存在在 就是生活当中的 它会让你的皮肤 是晒黑跟晒冷 它是365天存在 而且它的波长比较长 它的穿透力比较强 它可以直接穿透到 我们皮肤的皮下组织 来激活你皮肤里面的 底层黑色素脑细胞 就是黑色素细胞 黑色素细胞激活了之后 它会分泌出很多的小细胞 就像妈妈会生孩子一样的 它会生很多的宝宝 它的宝宝就会往上跑 往上跑了 这种的皮肤就会出现斑点 所以UVA是一定要防止的 第二个 所有女生 还有UVB UVB叫做中波子外线 它是让你皮肤晒红 跟晒伤的元凶 它在夏天或者是午后 这个时间段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很多人会说 他说宝宝 你要出去晒太阳 这样就会长钙 对 UVB你晒它会长钙 但是晒它的时间 一定不能超过15分钟以上 15分钟以上的皮肤 会出现晒红跟晒伤的情况 或者脱皮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去晒太阳的话 一定要涂好防晒霜 和做好防护去晒太阳 UVB的波长比较短 它的能量较强 所以它会刺激到 我们皮肤的表皮层的地方 让你的斑点更加的明显 让你皮肤上会出现一块红 一块肿 然后你会洗完澡 都会发现你的皮肤是红红的 或者身体 身体上是红红的 比如说你夏天游泳玩 或者去海边玩 然后你可能觉得 没什么事 我身上一点都不痛 一点都不红 结果一回酒店 一洗澡 痛到快在浴室里面尖叫 那就是UVB让你的皮肤晒伤了 懂了没有 那很多人说 佳琪我买防晒霜 我要怎么买 很多人都会看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叫做 第一个东西叫做SPF 第二个东西叫做PA 你们都会看这两个东西 对不对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佳琪 我要看数字越高的越好 有没有这样子买东西的 就是到那种商店里面去 数字越高的就是越想买 一定要超过50 什么SPF30我不买了 我要买50的 然后PA只有两个家 我要买三个家的 有没有这种的 美们 你们不要以为数字越高 就表示它的防晒效果就越好 No 这不是成正比的 来给你们来科普一下 什么叫做SPF 什么叫做PA SPF对抗的是UVB SPF不是说SPF50 它的防晒效果就更好 而是说SPF50 它的防晒时间比较长 懂了没有 SPF不是说SPF50了 你就一定不会晒伤 No 只是说SPF50 它的防晒时间是750分钟 SPF1等于15分钟 SPF50等于750分钟 它就是说750分钟的防晒 有效时长 是这个防晒霜带给你皮肤的保护 但是是在它不被破坏的情况下 对吧 理想情况 对的 好不好 而且是不被破坏皮就是防晒的情况下 它可以防止750分钟 但是你不要说我等到750分钟之后再补防晒 这个也不是对的 然后第二个PA是干嘛 PA一个加等于有效的防止皮肤晒黑跟晒冷 PA两个加等于比较有效 PA三个加等于非常有效 所以PA加号越多 等于它的防晒效果越强 对大家看PA比较重要 对的 所以看PA比较重要不要看SPF SPF其实一般的现在都可以买 SPF30一般都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生活中的防晒 除非你是去什么去海边 你在海边你去出岛啊 出海玩啊 你要什么一个下午啊什么之类的 那你就要买SPF50加以上的 这样会更加的时间长一点点 懂了没有 够了对的 其实一般大家买SPF3030东西就差不多够了 懂了没有 好不好清楚了啊 好 我再来说一下 美门防晒比你买一万块钱的面霜都重要 永远记住我这句话 防晒用防晒比你用一万块钱的面霜更重要 很多人都说 哇 我老了 我27岁了 我30岁了 我要开始买大牌的防暗霜 我要开始买大牌的面霜了 我要开始买大牌的精华了 妹妹 无论你18岁还是38岁还是68岁 记住一个点 你要想要抗老 你一定要做好防晒 因为等你皮肤已经被晒老了 晒黑了 晒伤了 你再去用面霜去修复它 面霜只能帮 好的面霜和好的精华只能帮助你延款衰老 但不能帮助你修复衰老 懂意思没有 你要修复衰老 请去美容院做拉皮 去做超山刀 去做那些医美 让你的皮肤外观有改善 我跟你们说 去真的真的新化 我不推荐医美 但是我也不会说 我去 不要你们做医美 医美当然要做 可能等到30岁40岁的时候 你的皮肤真的垮下来的时候 你用面霜不可能把它提上来 你只能用什么 只能用外力的作用 医美把它提上来 所以 精华面霜是帮助你延缓衰老 跟改善你皮肤的一些 比如说缺水等问题 暗黄等问题 这是可以的 但是防晒是真的可以帮助你的老的时间 就是你有个时钟 你就想象你有个时钟在你的旁边 一直在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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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防晒 你可以把那个时钟慢慢的转 或者转回来一点点 都有可能 因为加起就是感同身受 你知道吗 我以前从来不用防晒霜 不用防晒的皮肤 跟用防晒的皮肤是这样的 小助理是每天防晒跟饭吃 当饭吃一样的 我从来不用防晒霜 就说我好懒 我不想用防晒霜 就是出去玩 我只带防晒霜 小助理出去玩 只带防晒霜 他的钱包不带 他的包包里面 就是被一包的防晒 他连钱包都不带出去玩的 我就是很懒得喷 他就出去玩的时候 反正就蹦蹦蹦蹦 后来我真的是有一次 在海边的时候晒伤了 晒得很狠 晒得我整个鼻子都肿起来 然后爆皮 然后我整个脸都黑漆妈乌 然后用所有缠绵 都是痛的那种感觉的情况下 我真的知道防晒有多么重要 从那以后我开始防晒 一年多的时间 我的皮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而且对于那种 爱长痘痘的肌肤 用防晒真的很好 而且所有皮肤科医生 都会建议你用防晒霜 为什么特别是爱长痘痘 因为你长了痘痘之后 你痘痘好了就会有痘印 本来是粉色痘印 结果你没有做防晒 它变成深黑色痘印 那个痘印三年左右可以去除掉 粉色痘印大概两到三个月 可以去除掉 所以美女们 一定要用防晒霜 防晒霜比 一万块钱的面霜重要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听懂了没有 真的这样的概念 用了防晒 你再用美白精华 美白精华才可以起效果 你不用防晒 我再说一句 最不好听的话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离家一直播间 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买 但是一定要用防晒霜 一定要用防晒霜